好我们现在来看6.2.2 准地转窝渡方程 这是我们第六章的第一个重点 那我们前一节讲了准地转方程 就是这四个 那这个方程我们前面讲说 它有四个变数 然后你有四个方程式 理论上是可以求解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预报的时候 直接解这四个方程式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比较方便的做法 是把中间这个运动方程 改写成准地转窝渡方程 然后才去做预报 那首先就是 这个是地转风和重力位之间的关系 它的意思是说 只要你知道重力位的空间分布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找出地转风的大小 原本这个是向量形式 你就把它分开来写两个方向 VG跟UG把它分开来写 窝渡在这边 所以你只要把VG 就是Y方向的这个地转风对X尾分 那UG这边对Y尾分 那再把它相减 这个就是窝渡 那所以你就把上面UG VG的这个 跟中力位之间的关系把它带进去 就会出现中力位的Lablacian 我都会正比于你的中力位的Lablacian 在数学上 对某个东西为分两次之后的正负号 其实就代表你原本那个函数 它到底是往上凹的还是往下凹的 所以就是下面我画了这个示意图 如果你是如果你看垂直方向上看这个 中力位的泡面的话 那你把它为分两次 这个Lablacian表示你把它在空间上为分两次 那如果它是这个泡面Phi如果是凹下去的 你为分两次之后它应该会变成正直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Lablacian Phi是大于0的 也就是相对窝渡是大于0的意思 那就是一个低压的意思 那个绿色这个叉叉和绿色的点点 这个是代表地转风是在右边的话 这边是吹进你看到的萤幕 然后左边是吹出来 所以是一个逆时正转的 那如果你的Phi中力位 回分两次之后是小于0的 就比较它是这样子凸起来的 所以它会是一个高压 那微分两次以后 小于0表示你的窝渡就是小于0的 所以高压的窝渡是小于0的 那它会是顺时针方向的转 这是看垂直泡面 那右边这边我有一个水平的等压面的示意图 就是你可以想象你是在500百帕的等压面上面 然后你看到上面的线就是等高线 或是你就重力位的 等重力位线也可以 所以那你看到那个等高线是这样子走向的时候 表示这里有一个低压槽 有一个槽状的低压 所以我这边写一个L 地转风就会沿着等高线吹 那样子 那所以在这边你可以去算它的窝渡 就会是正的值 接下来看那个课本上面的示意图 所以500毫八等压面 高压极这边你的相对渡度就会是小于0的 然后低压槽这边相对渡度是大于0的 那这个也是高压极那这边是地转风 右下角这张是 气象局的某一天的分析场 你上面看到这个蓝色的实线 这个就是等高线 500毫八的等高线 然后红色橘色这个阴影就是相对渡度 我这边有标一个红色的粗粗的虚线 这个就是低压槽大致上的位置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这附近的渡度 都相当大 都是正的值相当大 左上角这条是高压极 那这边的渡度就明显了 就是它小于0的渡度就没有画了 所以这边就是这样 所以示意图跟实际的图 你可以稍微对一下 你就要知道它的真实的样子长什么样子 再来就是我们要继续把运动方程 改写成准地转渡度方程 上面这个是向量形式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分开来写 两个方向分开来写 它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就标一下1跟2 所以渡度刚刚有讲它的数学上的定义 就是VG对X为分 减掉UG对Y为分 就是第二次 第二次是VG 所以你第二次对X为分 第一次对Y为分 然后两个相减 你得到的就是 过度随时间的变化 中间推导过程大家自己练习 最后你应该可以导出等号的 右边的这一串东西 这个导出来之后 你要继续用连续方程在这边 偏地转风的divergence 就会等于你的垂直运动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 partial omega 3 partial p这一项 那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就带到这括号里面来 带到括号里面来之后在右边这边 所以你的相对渡度随时间的变化会等于F0 乘上你垂直运动的梯度 垂直梯度最右边的这个克势力的这一项还在 就是βBG这个还在 那接着你就是要记得这个 我们的权威分项它展开来是有时间的局部的改变项 然后有平流项这个把它放进去 把这个相对渡度再分解开来 然后β是F对Y的微分 这个也把它带进来 那你就可以写出准地转渡度方程了 就是这个是相对渡度单纯随时间改变的 那个local的项局部项 然后等它右边的第一项就是平流项 就是这个平流项 那F的话是这个β这里要有点变形 β在Y方向微分是有值的 但是β在X方向上就是精度的方向是不会有变化的 所以你把F对X微分 这个你可以把它加进去 它不会改变你的等式的左右两边的相等的性质 但是你把它加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F放进这个规定里面了 这个是推导的时候的小技巧 那同学可以导看看 最右边这一项就是一样是垂直运动的这一项 这一项不会变 那假设同学都推导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准地转渡度方程的物理意义 这个括号里面这里是绝对渦度 那所以这个项呢 蓝色大括号标示的这一项就是 由地转峰 地转峰是这个VG 产生的绝对渦度的平流项 然后右边的这一项最右边这个就是 垂直运动Omega在P方向上的变化 垂直方向上的梯度 那它代表的意义就是空气柱垂直方向上的拉伸 或是压缩就是右边画这个视野图 现在看到紫色的这个箭头就是Omega Omega在P这个方向垂直方向上有变化 就是譬如说它原本比较小 然后现在变得比较大 它在垂直方向上就有变化 所以你去算这个就会有有一个数字跑出来 上面往上跑跑的比较快 下面跑比较慢就代表这个气柱 会被越拉越长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垂直拉伸的情况 那如果是像右边这个上层是往下的运动 下层是往上的运动 那其实就表示这个气柱会被压缩 我们在数学上面定义是Omega如果小于0的话 是上升运动 所以这边都是负的值 Omega都是负的值 那你的P越往上越小 所以P越来越小 然后Omega也是越负越多 那这个瓜海面算起来 就是会是正的值 这个减少这个也减少的意思 所以这个垂直拉伸的情况下 Pasho Omega 3 Pasho P会是正的值 所以就是这一项会是正的值 F0也是正的 在陪伴球F0是正的 就表示你的相对窝度会随着时间增加 所以你记住在垂直拉伸的时候 相对窝度就会越来越大 那相反的 如果是压缩的情况下 相对窝度就会变小 这个是垂直运动这一项的 对相对窝度的影响 那这个 这个项的效应 我们就叫他divergent effect 就是浮散效应 那我们现在用500毫八等高线示意图 来解释一下浮散效应 对潮起系统的强度的影响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在低压槽这边 高层如果有浮散的话 那他就会造成气柱 中层的气柱 往上 空气往上跑 那就会垂直拉伸这个气柱 就有利于你在中层的这个低压槽 会加强 因为会在这边 会在这个气柱 产生正的窝度 让他开始逆时针旋转 那这个低压槽就会被加强 就是这一项的效应 那如果没有浮散 是其实是符合的话 你的低压槽就会减弱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图 下面这张是我们刚刚有看过的 500毫八的等高线 然后上面这个就是200毫八的 气流线还有风场 箭头是气流线 然后阴影这边是等风速线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喷流 我用紫色的箭头把它标出来 你们天气学可能有学过 就是在喷流的右后方 喷流轴在这边 因为已经超过那个地图范围 画不太 就是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喷流是在这边 那这里的话就算是喷流的右后方 你从气流线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在喷流的右后方这边刚好是一个浮散场 因为有些气流往 有些气流这样转过来 然后有些气流继续往东边流 这样子 所以这里会有个浮散场 这个位置如果刚好出现在 中层的槽线上面的话 我现在把中层的这个槽线 红色曲线这里 在200毫八这边也标一次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浮散场跟中层的槽线 其实位置蛮接近的 所以你在这边有浮散的时候 中层那个槽线可能就会加深